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 走吧 走 陆北姐 这次任务为什么不交上我 小荣 这次任务不适合你 是不适合我 还是不信任我 你们两个先出去等我吧 好 小荣 你为什么觉得 我们不信任你呢 现在你们有了新的任务 也不告诉我了 这还不是不信任我呀 你们到底怕什么呀 怕我给小野突红报信呀 我们让不让你参加这次任务 和信不信任你 没有关系 我们一开始知道 你和小野的关系 不就和你谈过 想让你帮忙与小野接触吗 可是你自己说 你完成不了这样的任务 那我们理解你 也尊重你 这次的任务 又是和小野有关 而且很有可能 是要和小野面对面的接触 如果你出现在那儿 场面会很尴尬 不然你参加这次任务 也在情理之中吧 可是 小荣 别想那么多了 好好休息吧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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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 谁把门给锁了 来人呢 有没有人 给我开门 有人呢 来人呢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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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给我来人 来人啊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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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训言之后 先找段远来 马上上演 个子小心 好 段远 能不能专业的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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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了 快点了 马上上演了 马上开演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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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死郎上演 死郎上演 马上上演 走 走 ciento ciento铃 还走 走 开门 酒 你走 走 过上 小二来请 来嘞 乖乖 您再请 王主任 听您唱的是什么戏啊 四郎探母 这个戏好 当然加 今天就要看看您儿子 有没有杨彦辉这么孝顺 我儿子不是杨彦辉 他可没娶日本女人做老婆 夏小军 请 我这闹也闹了吧 夏小军怎么知道啊 那个女人又在医院见了老婆 就是她把张隐才救走的 哎呀 小军好眼力呀 那个女人我不认识 那个男的叫高阳 是咱们的死对头 她是军统的少装派 颇有些能力 她们还在这里 说明张隐才还没出现 王勋旁边坐着那个人 就是小爷 我在医院见过他 让他死的那天晚上 让他死的那天晚上 让他见过他 让他死的那天晚上 让他见过他 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 我要杀了小爷 要杀了小爷 我们的目标是张隐才 不知小爷 一旦东西上来 再找张隐才就拿了 对 我先了 而且这么多人 你行动起来 很容易上京 要不咱们就 愁着那个时候 把他们 王主任 我提前过你 做事之后多动动猫子 张隐才还没出现 我们不能达到精神 好 旁边的那个老太太 应该就是张隐才的母亲 这说明日本人 也没找到张隐才 你还没找到张隐才的母亲 这说明日本人 还没找到张隐才的母亲 你还没找到张隐才的母亲 我能不能达到张隐才的母亲 你不能达到张隐才的母亲 中华 常叹空恶醉 一阵 恩恶乎 好好好 十路翻榜 十路亡链 因果和阳隔一天 高唐老母难得见 怎不叫人落鸭链链 抓住他 正位才 抓住他 正位才 快 儿子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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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雨彩 不想让你母亲死 就自己逛 丁阳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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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娘 儿子不孝 儿子 儿子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最后看您眼的 儿子 儿子 小爷 你要的是我 跟我娘没有关系 你放了她 赵雨彩 只要你跟我合作 别说放了你母亲 任何调调都给你她 都别动 都别动 闹 高先生 日后 请善待我的母亲 小爷 小爷 你要的是我 我今天 用我的命 来换我娘的命 儿子 你 我 我 你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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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颜 你这可冲手 别动 什么 谁再敢开枪 逼着他 全都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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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别动 成本 走 快 快 走 走 走 快 走 走 走 别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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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主任 咱们都是老熟人了 不是我不肯放你们出去 这当众杀人 姿势体大 我也实在无能为力啊 这可是个生面孔 我没见过呀 这位是小野先生 哦 日本人哪 我说的胆子这么大 敢随便打死人呢 王主任啊 待会儿送钱的来了 你可得多送个人头啊 为什么 这还用说吗 这日本人都金贵啊 一个 还不盯你两个王主任 老李啊 你可真是生财有道啊 我也是没办法 老婆要打新镯子 孩子啊 要去教会学校 靠英国人和美国人 给的那点薪水 我和西北方家 今天的事情 寻补是怎么知道的 按照今天这个情形 寻补早就知道了 好 三爷啊 李队长 什么时候放我们出去啊 三爷 您别急啊 那俩女的啊 我已经给您放出去了 这手续都办好了 现在你们就可以走了 来呀 把门打开 来 李队长 多谢 咱们就不用客气了 龙爷是我大哥 谁的面子不给 龙爷的面子还能不给 那76号和小日本的人呢 不瞒您说 也得放 李队长 大天广众之下草菅人命 这人说放就放 三爷 您是不了解情况 那小子是日本军人 回头日本军部 到租借来引渡 到了那边啊 还得放 上面说了 现在是非常时期 少跟日本人搞摩擦 敲他一笔钱 给个教训 就算了 这年头也不知怎么的 连洋人啊都怕了日本人了 行了 三爷啊 我那边还有事 先告诉我 李队长 今天大新剧场的事 你们巡谱怎么来得那么快啊 是这样 三爷 今天一早就有人报警 说上午十点钟 大新剧场有日本人闹事 我就带人赶过来了 龙先生 你说这会是谁报的奖 一定是张运彩 他已经报了必死的决心 以为在大庭广众之下 又有寻谱 日本人不会为难他母亲 那个张运彩呀 真把日本人当人看了 那个小爷早早晚晚要干掉他 我就得说了 不咱么 不咱们 晓 respons 太阶罪了 不咱们 你好吗 那怎么办 看来打开那只密码箱 只能用其他的办法了 我一会儿去到煤机关 和老师商量一下 对了 哥 刚才有一个姓陈的中国女人 给你打电话 说晚上约你在法兰西餐厅吃饭 六点见 我知道了 中国女人怎么会有你七十六号的电话 我告诉她的 哥哥 你怎么可以随便和中国女人来往 这种不了解的女人是很危险的 她也许就是中国方面派来的奸细 不用你告诉我 我认识她半年了 她是什么人我很清楚 对不起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的心情不太好 你知道吗 今天我杀死了一个手无策铁的老太太 而且这个老太太 到死都没有屈服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事情是 她 终于才是自杀死的 我一直认为 她一直是个虚张声势的胆小鬼 我一直认为 除了少数中国人以外 大部分都是像她这样贪生怕死的人 但是今天我明白了 中国这个民族 并不是像我想象的这么简单 要想征服这个民族 我们要付出更大的牺牲 好 哥哥 杀死梅子的那个狙击手找到了吗 放心吧 我一定会找到这个人的 为了彼此 我也是小队的成员之一吧 你们执行任务 却不带我 你们这什么意思 还有三哥 你现在真是胳膊肘往外拐 里外分不清了 是我让三哥这么做的 你情绪不稳定 我怕你去了会影响我们任务 我影响任务 你们任务完成了吗 张先生和他妈都死了 可小野却活得好好的 我想问一下 你们执行的什么任务 赵飞 这次任务 不但没让你参加 小荣也没参加 作为小队的一员 你首先要学会的 就是要服从命令 别的命令我都可以服从 但是小野这件事情绝对不行 我一定要干掉它 大哥 还得麻烦你 别让他带出乱子 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下一步 还是要找密码箱 张运才死了 只能是拖延点时间 再牢固的箱子 也一定会有办法打开 何况日本人在这方面 并不缺人才 小荣呢 怎么回来一直没有看到她 我路过她门口的时候 看见她的门正锁着呢 陆美姐 我忘了告诉你 今天早晨 你们去大兴剧院执行任务的时候 陈小荣也去了 你看清楚了 这里的牛排不错 尝尝 你点的太多了 我实在吃不下了 慢慢吃 不急 中国有句话 民以食为天 这句话是你教我的 我教你的东西 你还记得多少 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 发生的一切我都记得 算你有良心 八娘 你都在做什么呢 对了 对了 那天你在医院 拿着手枪 把我吓坏了 我现在在帝国协民队工作 隶属没机关 那天在抓抗热分子 没想到在医院里能碰到你 小荣 你变了 老了吧 我说的不是你的容貌 是你的心 你还能看见我的心 说吧 你找我来是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依我对你的了解 你是不会主动来找我的 说吧 没关系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自从离开了你 我就一直生活在困难里 这么多年 你没有结婚吗 没有 那你是怎么生活的 靠男人 结婚的女人 靠的是一个男人 我 靠的是很多男人 是不是觉得 我很不值钱啊 别聊我了 说说你吧 你应该结婚了吧 我也没有结婚 这些年来 日本一直处在战争状态 如果成家的话 就很难尽心为国家做事了 你还是没有变 依旧那么狂热 那你呢 还是那么仇恨日本人吗 在我眼里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区别了 只有两种人 有钱人 而没钱人 来 干杯 真不用我送你啊 不用了 我坐红包车就行 那我们哪天再见 我反正是一个闲人 哪天都行 就看你了 后天吧 后天我要时间 好啊 对了 美琪大戏院 好像在放人员泰山的续集 泰山情侣 看那样 好 那就后天 美琪大戏院见面 好 再会 是的 我 好 伙计 去摆了门 是 老师 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我对张运才在此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个密码箱 已经没有办法打开了 小野军 你不必过于地自责 你所遇到的 中国人十分地狡猾 要不然 我也不会冒着军阀从事的风险 把你调到我的身边来了 既然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箱子 打开它是早晚的事情 路边老师 您又打开密码箱的其他办法了 也算是吧 公共租界的监狱里 刚刚关进去一个叫史密斯的犯人 这个史密斯是明满世界的保险箱大盗 据说没有他打不开的密码锁 我准备摆毁一下公共租界的外董弗兰克 只要他答应把史密斯借给我们用两天 这个保险箱的秘密 这个保险箱的秘密 我们很快就能够看到 赵公子 你 小气鬼 这一大早的 什么风把你们的二位都吹来了 小荣 昨天晚上到现在 你去哪儿了 你们都去执行任务了 我一个人闲得无聊 出去散散心 怎么了 陈小姐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吗 满街的特务和汉奸 你出门应该通知大家一声 别让大家为你担心 你们需要我的时候 就跑前跑后的 不需要我的时候就一脚踢开 我看你们这次美小队 和上海湯的男人也没什么区别 你看 什么话都让你说了 我们想让你接近小野 打听点情报 你说我们是利用你的感情 不让你参加我们的行动 你又说我们不需要你了 陈小姐 你能不能不这么矫情了 我就矫情 我说女人 怎么了 好好好 孔夫子说得好 为小人 好 真难养 小柔 你应该知道服从命令的重要性 昨天的任务 你去了现场 我们已经知道了 没关系 我们可以原谅你 但是我只是想知道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你到底去哪了 我还能去哪儿 我去执行你们交给我的任务 我们交给你什么任务 我去见小野了 百乐门 是的 我已经做了了解 陈小姐这两年 一直都是百乐门的头牌舞女 红得很 与她来往的都是上海滩 有头有脸的大亨 干得不错 你先下去吧 有事在找你 是 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事先向我们汇报一声啊 你这样做很危险的 昨天我都看到了 她居然像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开枪 她在我眼里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是一个禽兽 那你一夜没回来 就是和禽兽在一起啊 我呸 想哪儿去了 昨天我跟她从西餐厅分手以后 有个人一直跟着我 那我也不能回这儿啊 所以就去了摆了门 陪客人跳舞 好 来这儿了一百块钱 陈小姐 好样呢 这算什么呀 昨儿我是没心思 要是哥平常 我陪客人跳舞 哪天不是挣个两三百的呀 不比你那个俄罗斯舞女挣得少 谁夸你会赚钱了 我夸你学会了小心谨慎 很有反侦察能力 还值得有人跟踪你啊 我不知道什么反的正的 以前那些有钱的老婆 天天派人盯着我 我都习惯了 好 就算你从生活当中磨练出的战斗经验 也不错 行了 别说没有 小荣 既然小野能派人跟踪你 说明他对你还是不够信任 这样做很危险 陆美姐 那我怎么办呢 得重新给你找一个地方住了 这样 你每天 还是回到白乐门重新上班 吸引他的视线 上次在医院的时候 小野见过铁妞 以后铁妞还是你的女佣 我们之间的联系 就通过铁妞来传递 而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博得小野的信任 想办法 重新把那个箱子拿回来 而这一切任务的前提 就是首先 你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看什么 难怪 难怪我们当年抓不到地下党 你们是真狡猾 是吗 那蒋委员长花这么多 先培养你们 真是打了水漂了 我们喝一杯吧 不 谢谢 杜贝先生 您知道 这个史密斯是个非常重要的犯人 他在欧洲和美洲都犯了很多重案 他以为逃到这里来就抓不住他 您说您想把他引渡到日战局去 他在欧洲的一桩案子 和我们日本商会有关 所以想把他请到我们那里去了解一下情况 杜贝先生 要知道这是一桩非常普通的经济案子 您认为有这个必要 需要你们美机关亲自出面去解决这件案子吗 杜贝先生 您很不真诚 弗兰克先生 我只向你借史密斯三天的时间 三天之后一定归还 史密斯的案子 牵扯了很多美国财传的利益 一个月后 我只要把他引渡到美国本土 在美国很多大亨都等着找他算账的 所以别说是三天的时间 哪怕是三分钟 杜贝先生 这个险我也绝对不会去冒的 如果我一定要把人带走呢 那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你就把我们美族界的人全部杀光 要么就是 我用我们的汤姆森冲锋枪 把你们强行冲进来的人打成马蜂窝 你知道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 我散过欧洲战场 你要是把我当成一个养尊处优的绅士 你就错了 独边现实 外交召会到此结束 你可以走了 弗兰克先生 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会记住的 老师 情况怎么样 一个傲慢的美国人 我带人冲进去 把那个沈密斯抢回来 不 冷静一下 小野军 这里是公共租界 除了美营法人之外 还有我们的盟友 德国和意大利人 在盟友的土地上 擅自动用武器 显然是不明智的 如果把事情闹大 必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人的好奇心 那这个秘密就守不住了 那个时候 就会有更多的势力 同我们争夺这个密码箱 这不是给我们自己找麻烦吗 看看 这就是我的卧室 怎么样 不错啊 是鸭绒床垫啊 高先生 你也太会享受了吧 你不会就在这上面 和俄罗斯舞女调情吧 从今天开始 他就属于你了 高先生 我住哪儿啊 你住在 你一个佣人 就睡床板就行了 难道还想睡央床垫啊 谁吸的睡啊 软塌塌的 你自己享受吧 对了 女佣 你会煮饭吗 会啊 我会煮手榴弹 高先生你听听 这是女佣该说的话嘛 你要进入角色 行了 别挤得铁妞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小野见面 明天 美其大剧院看电影 来 餐馆餐馆 我的密室 这就只有我副啊 高先生 怎么样 这可不能瞎拉啊 我知道 看吧 看 这是一条密道 有紧急情况的时候 可以从这儿逃出去 紧急情况 俄罗斯舞女的箱好来了 您要从这儿逃走 你能不能别老提 俄罗斯舞女的事 不让提是吧 那好吧 明天的任务 谁要去谁去吧 人情 行 只要能完成任务 提什么都行 提吧 你都想知道什么 了 小野 小野 看看 这都几点了 一点时间规短都没有了 哎呀 不好意思 我拦不到红包车 怎么办啊 你开始了 没关系 我是借你的 跟你在一起干什么都行 那我们去吃冰激凌吧 真的 你真好 你还记得我喜欢吃冰激凌 别开枪 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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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别离开我 我不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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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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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 站住 大佐 天目降臨 我已決心 獨自離你而去 夜空隱瞞 不畏懼孤單 指引你的懷抱與寸溫暖 回向離別 長短新春 突然挽回 幾間心間緣 閉上雙眼 劃下指尖 我的愛人 你再也看不見 如果我將要離你而去 請不要再讓我哭泣 我要你抬頭仰望喪著我 衝破那茫茫黑淚 如果我將要離你而去 請不要再為我哭泣 我要你抬頭仰望東方 等待照耀 神經的那一刻 等待照耀 神經的那一刻 如果我將要離你而去 請不要再為我哭泣 我要你抬頭仰望東方 總得